內地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之後 新兼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的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 在今年1月18日率領專家組 到當時疫情最嚴重的湖北武漢實地調查 鍾南山抑述 根據當時官方數字 武漢在十幾天累積只有41宗確診 他懷疑是否實數 加上他接獲很多醫生和過往學生通報 說疫情比官方公佈更嚴重 鍾南山相信武漢地方官員 在疫情初期的確有隱瞞 不願講真話 他於是不斷要求政府提供真實數字 結果兩天之後 公佈的確診人數增至198人 鍾南山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又說 武漢最初沒有報告感染人數 但吸取了17年前沙子的教訓 當局要求所有省市 政府部門需要報告確診數字 他覺得自1月23日起公佈的數據 都是正確的 內地疫情看起來好像緩和甚至受控 但是鍾南山警告 大部分內地民眾 仍然對新冠肺炎缺分免疫力 加上有個別省市 近期發生大規模群組感染事件 第二波疫情危機越來越大 當局不應該自滿 鍾南山又評論到歐美國家疫情 覺得這些國家在疫情初期 將新冠肺炎視為症狀類似的流感 未有認真應對 另外 他又駁斥美國政府說新冠病毒 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講法 他強調多次向研究所 新發傳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麗求證 他引述石正麗說 以研究所的設備和人力 根本無法製成人造病毒 石正麗形容美方的講法荒謬 東網記者增長文報導